其实 我们遇见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认出你了 凯门二 我知道你在里面 苏写一 我再听了 苏写一 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知道你在里面 厉总 干嘛呢 怎么才开门 我在听音乐 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呢 这么晚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 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 你都能知道我住哪儿 我就不能知道我的助理住哪儿 可我现在也不是你的助理 那你也是我的员工 第一次来你家啊 你还不打算请我喝杯咖啡吗 我们家没有咖啡 茶水饮料也行 毕先生 你到底来我家干什么 那 我说过要还你衣服的 苏小姐 你这家装修得还挺别致的呀 这也是我卧室 你这家装修得还挺 这么也是 有什么事情可以去客厅说 好呀 快摘块去 别碰 很贵的 好 我不碰 你还带假发呀 你还带假发呀 女生爱美怎么了 戴假发就跟戴假睫毛一样 有什么问题吗 但是她和你的脸型 不般配哦 你这件衣服怎么那么厉害呢 你去欧曼酒店播放室播放林秘书视频的时候 不就是穿的这套衣服吗 怎么 还留作纪念啊 您说完了吗 丽先生 已经很晚了 我要休息了 好 其实 我今天来你家 主要就是 向你道歉的 我不该这样怀疑你 我不该这样怀疑你 其实 我们遇见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认出你了